欢迎大家来到2024年5月3日的直播 大家晚上好 今天同时也是周五的晚上好 很高兴和大家共度周五的欢乐晚上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要包含的话题 首先就要讲这个 最近有一篇文章挺搞笑的 就是说到了台省的那些香港人 里面说到由二台到离台 香港人为什么不受台省官方的欢迎 就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里面就有几个case 就是真人真事来的一句文 都是现在放弃到二台的那些 19年之后过去台湾的人 稍后我们就看看 当中这些个案 他们自己遇到什么问题 为什么说到台省是欺骗他们过去的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 然后也要讲一下 关于俄罗斯法院下令 扣抹摩根大通4.4亿美元资产 这件事 原来不是说那么容易 想拿回一些钱 还有 美国就来扣押俄罗斯的资产 其实不是说只是美国 整个西方世界 都是来扣押俄罗斯的资产 现在俄罗斯做的事 只是进行一些小反击 只可以说到 那我们稍后也会看看 摩根大通被俄罗斯法院下令 扣押4.4亿美元资产 这件事 然后就到 昨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说到 中国的民用卫星 也都将美国的一些 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的位置 就拍得清清楚楚 好啊 这个卫星只不过是 真真正正的民用卫星来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有张黑白相的 那张黑白相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 民间的遥感卫星来的 也都有这个新的技术 能够在完全没有太阳光 没有光线的情形底下 都可以将美国航空母舰 认得清清楚楚的 就好像现在这个图画那样 在一个没有太阳光的情形底下拍的 那我们稍后也会说一下这件事 连同卖 还有一个 我们都压了几天没有说的话题 就是 现在美国正在招标新一代的 末日飞机 是的 但是最有趣的是 现在美国所拥有到的末日飞机 都是由波音747来到去改装的 但是未来美国空军 就会将波音的潜在竞选名单 即招标名单 就会把它剔除 现在招标新一代的末日飞机 很有可能是没有波音份的 身为美国的波音本应 国内的尤其是总统预用的飞机 应该是自己美国人自己做的 居然美国人自己都不支持 你猜会不会事件发展到 会去到中国双飞 那应该不会的 那好了 我们再讲讲另外一件 就是关于京户高铁去年营收 首次突破400亿元人民币 而今年第一季的淨利润也创新高 很多人就说到 中国的高铁 就长年累月都是亏损状态 处于这个 就说到 对中国高铁的一个抹黑的时间 最喜欢就是这样说的 说不赚钱 高铁长期蚀钱 但是呢 今次我们可以看回 京户高铁的营收 挺好的 也实现到转规为营 那我们稍后也会看看这件事 还有的就是 关于另外一宗军事的新闻 有媒体最近就拍到 由我们解放轰录的轰炸机 就搭载着一款不知名的无人飞行器 那这款无人飞行器呢 就是好像我们这张图那样 是黑色一件东西 就挂在轰录轰炸机的机幅下面 那有人就说到 哦 可能这架飞机 就是这架黑妈妈的飞行器 应该就是之前出现过的 无精8 的无人飞行器 但是也有人说 不是啊 这一款的无人飞行器 看样子就不像之前公布的 无精8 而是一款全新的 由中国刚刚研制成功的 高超音速的 新无人飞行器 那如果真的的话 消息万一是熟实的话 那美国就麻烦了 这件事 因为呢就代表着 解放军现在的偵察 甚至乎是战斗能力 会再上升多一个台阶 那究竟怎样上升呢 我们稍后也会说 然后呢也都有啊 今天拜登说那些好笑的东西 拜登呢最近就说到 中国 即是他点名指导 就说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和日本 那么呢 因为啊 都存在着这个仇爱的心理 而这个仇爱的心理呢 就正正阻止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就是这样说的 那当然了他想质变的指导呢 他们美国就很欢迎移民 那就为了竞选活动呢 来做势了 他就说到呢 最近美国有很多的校园示威 就关于支持这个巴勒斯坦 那特朗普就说 尤其以哥伦比亚大学清场所逮捕到的300名学生 他就说到呢 这个画面实在太好看了 拉得好啊 好啊 他一边就在这个操控台 仿佛好像当日的国会事件 整家人对着电视 一路见到那些 执法人员清场 一路就在那里拍手 说好啊 拉得好 这样说 电啊 电多一点 电他的脚 脚伸得出来 是啊 接着呢 也都说 拉 最好呢 这些被捕的学生 即特朗普说 就说呢 一定要以同样的那个执法程度 即是哪个执法程度呢 就是以国会山庄 那件事的刑罚 他说呢 要看齐 是啊 那有多重呢 是去到那个 明明没有出来 在电脑后面做这个键盘战士 都被人判22年的那个标准 是的 就以这个标准呢 要判罚一些学生 那样说的 那我们转头也会看这件事 还有的就是呢 今天的主要新闻 就是今天我们都知道了 探月的上俄六号 今天就从这个 卫星的发射中心上面发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次呢 上俄六号 也都是啊 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呢 做到人类第一次 在月球的背面呢 就来到去採这个土壤 收集这些呢 月球背面的土壤 我们上次都说了 月球背面 对不对 而且呢 美国佬呢 也都不断针对着这件事呢 就说呢 我们是威胁到它 实际呢 就是自己呢 没有能力去到月球背面 去到拍照或者取样的 那今次呢 就由到啊 我是中国的上俄六号 首次是人类史上首次啊 就来到呢 降落在月球的背面之外呢 还要来到拿月球背面的土壤 带回地球的 那当中呢 就可以说到呢 这些物质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物质 因为呢 我们都没有见过的 就会首次被带回地球 好似呢 他们地球的地表土壤 甚至有一些 就是比我们地球的地表土壤 有的稀土元素呢 更加多的其他元素 是啊 是相当之珍贵 和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 那这一件事呢 就辣兴了美国 因为美国一直都很想得到的嘛 但是他就没有能力去这样做 现在反而呢 就由中国人去实现这件事 是的 而美国呢 为了展示自己的肌肉呢 又说自己将会在月球上面做建设 还邀请到电讯界的强患 来协助 到底是什么建设呢 是的 现在呢 美国都不甘示弱的嘛 说我 什么 你中国有事搞 才得你有 我们就有 我们现在搞什么 我们现在要在月球上面 建通讯站 还找来电讯界的巨子 你猜哪间公司呢 不是苹果 就是这个经典公司 不是华为 而是要找来洛基亚来帮忙 问你害怕吗 我们会和洛基亚强强联手 在月球里建设四支网络 厉不厉害 厉害呢 还要指定有洛基亚的手机 在那里 问你怕吗 这次 洛基亚手机 出了名 真的 你几十层楼扔下街 他都不会碎 不是 应该说碎了 你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是的 没错了 稍后呢 就会连同 所有的 关于 今次我们探阅的一些消息 来说的 那么 节目开始之前 就继续做一点点呼吁 现在呢 新潮民在七月所搞到的新疆之旅 这个北疆之旅呢 就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供大家报名的 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报上去的 那出发的日期呢 就在七月的二十一日 就到八月一号 为期十二天的 那今次的行程呢 就是 即经历了我们去年 去过几次新疆的 一个重新修订版来的 将一些更加好玩的元素 就加入去 没那么好玩的 可能在小红书上面 说就说得大 但是可能 实质上来说 一般的那些 我们就剔走了 那所以 这个是全新2.0的版本 那今次隔队我也会随团出发的 大家有兴趣 想陪我玩尽这十二天的北疆之旅呢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加852 6828 7447 就找潘小姐报名 而且呢 另外我们会在这条片 最后的十几分钟 放回一个行程介绍的 大家可以看完 才来到报名都未迟的 另外呢 必需要通知各位热情 和亦都非常有品味 有格调的网友呢 经过一轮的这个抢购 在今个星期才刚刚到货的 这个作为国礼之用的 2017年腾上腾的西加葡萄酒呢 是可以告诉大家 是没有货的了 我们呢 要进一步来到怎么算 到底真真正正剩下多少枝 因为在今个星期到货这二百六十枝 葡萄酒里面呢 二百六十枝 藤上腾 作为国礼之用的这枝呢 其实 在刚刚到香港呢 有一百 一百超过一百二三十枝呢 都 在仓那里 一百四十枝呢 又要立即被人抬出去 就立即要送货 那这二百六十枝呢 我们新潮民不是大了的 还有很多 其实有很多酒店啊 有很多会所 和高级中餐厅呢 他们是进了货 应该是说他们订了货 那酒商尽可能都想留给他们 其问题就是 我们是现兜都给cash 来去争取货的话呢 所以我也都跟酒商交涉了 就是我们现在就给cash 他们就立即要货 他们呢就得个名的 那你当然是给我们先的 他们留 reserve 是的 他们留 reserve 他们是有买了一些 但是也都 未付钱也都很多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那么多客人买 但是我们现兜兜 真是我们 大量的新潮民网友 短短这几天 这个礼拜的抢购呢 就数了一大半了 那 酒商那边呢 也是通人情的 他知道首先 最后这批货呢 是因为新潮民的表现 所以最后一批 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批 2017年的腾上腾呢 一定来香港给我们 甚至 连西甲葡萄酒酒庄的representative 那个 那个 法国女士呢 他下个星期会来香港 就特意看一看香港的情况 陈仙妮小姐 他手普通话 比你和我的陈仙妮 说自己呢 说自己是一个投错胎 去法国的中国人 他比我一定的 不过他比你更多 比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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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特意来到中国 去四川留学学中文 亦都在法国驻武汉的领事馆那里 来到去做好多年 然后完成了领事馆工作 都不想离开中国 所以刚好就和中国的 这个西甲葡萄酒庄 一起来到去 就是做好中国葡萄酒 这件事 那么他下个星期 亲身来看看 中国香港的情况 本来我打算和他搞个饭局的 就是大家和他一起吃餐饭 但是適逢碰到呢 就是5月12号 母亲节 周围都敷晒 那所以可能呢 就不可以和他有个很公开 大家一起 join 的饭局 可能会有个private一些 可能为数少些 如果可以邀请到网友的 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才在节目公布公布 那那说回走先 现在呢 所有订藤上藤的朋友 全部暂缓 有朋友呢 就已经订了货 收到入数通知 你可以入数 但是查询的呢 暂时就不可以做住 我今晚要 怎么算 还剩下多少枝 藤上藤 最后一批在香港 因为我们接下来 还要申请很多活动 可能也都要 有些藤上藤的坐镇 旁边啊 华记呢 说要10箱 我不给他了 不过一箱都要给他 另外我们自己也都留 我们自己都没有留一箱 给自己来去看门口 嗯 那所以 以后的活动需要 加上 现有的 有些人已经订了货 差入数而已 那其实那里都有 十箱八箱 十箱八箱 那里都五六十支了 大哥 其实是要数买的 可能是随时 所以今晚一定要怎么算 所以暂时 藤上藤的买酒呢 就暂缓 那我就索性 其他卖酒的活动都暂缓了 那我们怎么怎么算 那有进一步消息呢 就可能明晚就会通知大家 如果可以给绿灯 大家去继续去采购的话呢 那我就会明晚通知大家 首先在这里呢 就 嗯 我们怀念啦 就是这支作为国礼之用 见证中法友谊的 2017年的 藤上藤佳阳呢 很快就在这个世界上 被采购一空了 哈哈 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再下去呢 就是2018年的品质也高 但是那意义就不同了 先先 因为 也有象征意义的嘛 然后我们也有些活动 会祝福这支葡萄酒的 那所以 而再说多次 有入数通知的朋友呢 你可以过数 没有入数通知的话呢 就订走暂缓 是吧 我们要点算清楚 还剩下一些甚至 那些达朵啊 那些大酒店啊 大集团啊 只拿名字出来 就hold住那些位置那些呢 麻烦那里 那里有多少位 你又腾出来给我们了 我们真现兜兜 即时买即时送货的 是不是 这样才公平的嘛 市场的事情 哦 这个情况呢 有一次我们做旅行的时间呢 那些大旅行社 整天保住我们的机位 旅行社都是这样的 那些大旅行社呢 那些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哪些那些 整天都保住 因为呢 好像去新疆的那些机位呢 香港去新疆 你知道其实机位很少的 尤其是呢 在旺季才会开的 平时都没有的 没有直行去的 即是香港至乌鲁木齐 那么算 没有直行的 平时那些大旅行社呢 很流行在旅游季的时间呢 就想着呢 因为他们有那个 所谓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 所谓的 是假的 我们才是真的有巴基因 因为我们呢 是一手交钱 现在我的名单 钱就到位了 嗯 立刻要你 他们就得 口吁而已 他就那把口吁而已 没有付钱的 订金也没有 都没有客 是不是呢 都没有客 给什么钱呢 是不是呢 没有的 订金也没有的 纯粹先保住 那有时呢 因为他们 即是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 历史内 还有呢 那个 即是他还有其他地方去的嘛 那所以呢 他会和那个航空公司的关系 比较好的嘛 一般来说呢 都会只要 给面 留些位给他们 但是不好意思了 我们当我们的钱到 名单都在了 的时候呢 就真的要 就是拿你的位 你没理由生人霸死地 是不是呢 又又 那现在真的有 这个需要 譬如我们现在七月 这样计 六月七月那些 我们现在都七七八八了 即六月就满压了 七月的 十二天团 我们去新疆 北疆的 你想保住我们 因为暑假嘛 你知道 暑假最旺的 还要是 七月八月 你想保住我们的位 喂 真的不要玩了 不好意思 麻烦交出来 现在有钱给你了 你怎么可以不给位 是啊 我们一边 给名单去一边 拿位 是啊 不要说些什么了 想不到同样情况 在我们旅游那里都是这样 我也是极力争取 就是说 喂 我们现在就要 钱就在这了 一个星期 只有一班机 是不是呢 很紧张的 其实就 应该这么说 我代其他团友 网友 跟他们说声 不好意思 对吧 譬如一只机里面 你知道我们坐的 这只小机 就是C919 那些尺寸的机 两排两排 那些 那些叫贼体飞机 贼体飞机 就是内地 我们现在坐的内陆机 都是贼体飞机 因为是内陆机 不用这么大架 他里面坐百多人的 我们都占了百多人 就是 有时就真的是 挺不好意思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 是的 我们和大家成功建立了一个 新潮民线上线下的一个体会 《铁鹤玩乐家》这个做节目 是的 吃饭 在很多酒楼都叫苦连天的时候 我们每次出来吃饭都成几百人 这样 那是真的令人很难適应的 意思是 我们不想只是静止 流于网上 亦都想和大家见面 来到 就是 等大家 好像我们感受多些生活 这样的意思 是不是 畢竟人都是生活 是不是 就不单止 只是在节目上 是的 那先说新闻 这不是说新闻 我想说这班人 是 就是说到关于 现在有一篇文章 都挺热的 近期 就是说到关于 那些19年之后 有些人去了英国 但是有很多人 都是不想去英国的 因为他们觉得 可能那里都是似乎 鬼佬的世界 是不是 就会觉得 不如我去台省 是不是 反正赛省长在19年的时候 都说到 要力挺他们 所以 就令到 很多人 就过去台省那边 但是 如今这篇文章说 他就说 由移台 到离开台 即到离台 香港人 为什么不受台湾官方欢迎 就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就出来了 这篇文章 就在他们的界别里面 周围去到 全离全虚 周围 forward出去 那好了 我们看看他说什么 里面有些 所谓真实案例 他说到 19年之后 有很多香港人 都对台省趋之若慕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台省 都是一个小确行的地方 那什么的小确行 小确行的意思 就是有些地方 经济又不好 科技又不发达 又没有什么人才 但是 要学会 在生活的细节里面 感受到幸福 就是学会之足 说就好像很好听 就是 简单生活 生活的基本 不需要太过执着于赚钱 不需要太过争权奪利 甚至平时没什么做 打散工 只要紧紧够生活 这些就叫小确行 就要学会之足 说就好像很好听 但是台省 当地人也好 喜欢这些文化的人也好 经常用小确行 来做一些尖酸黑薄的行为 就是 来和隔壁身边那些积极的人 想去做大事的人 想去努力进修和努力做事的人 就用小确行心态来道德捆绑别人 说你这样是制造世界不公 你这样是你人生不会开心的 你这样这些叫执着 贪振痴 所以他们自己没有放 自己个人没有办法 没有放 没有料 然后就用小确行这件事 包装到自己好像很神圣 来指码全世界 但是台省的心态 那些小确行的潮流 不过这些小确行 其实只是一些 叫做 staring point 实际上来说 连本地人也不相信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笑 我继续说完就知道了 现在这一班 已经去了台省一段时间的人 深深感受到 这个小确行文化 纯粹只是一个saring pitch 完全是笑话 他们现在怎样说 我读一点给大家听 他就说小确行就找不到 但是呢 现在他们在台省感受到的 就是台省当地的官员 充满着官僚 以及最重要以下这句话 他说是充满人治的办事方式 人治 不是法治 他说台省那里 完全是人治的 就是人治的意思 就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清晰的标准 龙门就任他搬 他喜欢让你进就进 不让你进就不进 而且跟官方的沟通 关于移民的申请文件 这些东西 他喜欢应又应 不应的话 就拖你半年也不会有回音 他就说我们香港人习惯了法治 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 你也知道法治 19年之后我以为你不知道 现在你先说香港有法治 他们当初都觉得是因为香港没有法治 所以离开香港 现在台省那里就说香港是说法治 都挺好笑的 对吧 他就说台省是一个以人治办事方式的地方 我希望他们现在深深了解到 当初听了赛省长讲 因为当时台湾有些政策 就是说到只需要在台湾投资经营一年 一些假生意 我也不相信你真的有什么生意 请两个员工 对 再加请两个人 报税 对 有报税 就打算入值 现在就说不是这样的 虽然说满足了这些条件 但是台省的移民署当局就说 对他们懒理不理 就说到 哦 我们的申请全部都被人抠起了 是的 因为要观察 是的 说要观察 是的 就是说李华请了 万一你下个月炒了怎么办 所以要观察 多久呢 都一年半载的 是的 有些官员 就是他们那边的移民署 有些就说 有个确实时间 有些就说 叫你回去等消息 等消息 总之个个人 所回答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是的 还有一个 就是要报税 那你等到报税年 达到了 到你成功报税之后 才开始处理你的申请 是的 所以也有些人 我们看看这些案子 他就说 有一个担任钢琴老师 在香港 去了台湾的台中那边 就投资当地一间西餐厅 其实说真的 这些业务 都是找一些移民agent 随便帮他踏路 他哪里真的来到 去整一间企业 是不是 所以你也不惯得 台省那边的所谓移民署 可能他自己也看到 你也不是真的在做生意 是不是 接着他就说到 跟人夹粉的这间西餐厅 其实那些所谓夹粉的人 他也不懂的 你不懂就会夹粉 整一间西餐厅 是不是 摆明都是 agent agent 教他 他就说到 因为 看到很多的个案 香港人都被 台省移民署玩死 接着就说 既然台湾政府不欢迎我们 我们都不留在那里 就去了英国 然后类似的情况 也发生在一位 叫做阿永 在香港就是从事设计工作的 设计师的身上 他说 我为了过去台湾 尋找小确幸 我 牺牲了所有东西 我把我自己香港的 所有资产 所有生意 都变卖了 是的 那些资产和生意 数一数 都有十万八万内 果然是大生意 不知道他所谓的 设计师 这个设计师 这些开设的店铺 是不是在香港以前很流行的 格仔店 哪些格仔店 不是我 我叫格仔 即是一间店铺 里面有很多格 是的 有很多人不同 租很多格 你只占其中一个格仔 是的 而他的设计 就是用的颜色 都是和黄色和黑色有关的 是的 可能就是卖的东西 接着他说到 不单止 我那十万八万 这么多的钱 都拿去移民 还有 我带着两个子女 现在都要被逼去英国 他们说 只有两个子女 是的 就说 台湾做事很官僚 每个人说法都不同 等多久 完全是你没有答案的 就说到 跟那些 就是说 还想来的人说 你们想清楚 自己 我以前 就很喜欢台湾的 所以 对这个地方 很有信心 就拿 豁湖北新的征畜 就过来 这里生活 现在最后 先看清楚 这个地方的真面目 好像发了一场 噩梦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到 有一个 叫做 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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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新北市板桥区 开这个 港式咖啡厅 他就说到 台湾的法治程度 绝对 比你们任何一个 来之前的香港人 想像之中 更加要低 低低低低低低 说了几个低字 他就说到 所有认为 你们认为 白纸黑字写的条例 应该就应该跟随 对吧 但是呢 到执行起上来的时候 噢 这些厉害了 就叫入香随俗 什么叫入香随俗 就说到 他们其实重视人字 就多过白纸黑字 台湾是更加重视 情理法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字眼 可能是许作的 情理法 情理法 也可以变成一个官方的字眼 是的 他说台湾更重视 情理法 而香港相对来说 是说法理情 我知道为什么 是个排名 香港就先说法 是 接着就说法理 最后才是求情 就是这样说的 是 台湾反过来 是情先行的 情理法 情理法 法是行最后的 是 香港呢 就是法理情 刘德华也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法内情 这个理的意思 就是 理论上 适合遇错的理 就是理不理性的理 香港 他自己说 我没有认同 香港就说法理情 台湾就说情理法 就是那个次序 重视的次序 是这样排的 所以人字 和这个入乡随俗 才是台省的真正办事方式 是行头的 这些事情 就是这样说 不过这个案子 没有说走 没有说走老 没有说走 只是过得好 心很不顺气 这些案子 其中有些人 甚至说去到那里 被人当成了 这个中共的细作 好笑 说令到他终日愁眉苦念 也批评民进党 过桥秋板 吃人红饭 骗了香港人的血汗钱 去台省 现在我们两边不是人 现在台湾人 就是他们这样说 记住是他们这样说 我演绎一下 现在台湾人 就当我是中共 这样来看 但是 反过来 香港那边 又当我是台湾人 是爱国势力 我现在变相 两边都不是人 这样说 不咸不淡 想当日 我们香港这边 分身来支持 香港的动乱 来到 在2019年 隔山打牛 来支持你 民进党 蔡英文的选情 居然今天 让你过桥秋板 不如 看看 有些人 过来台省很久 他们不是因为2019年而来 不如看看他们怎么说 他就说 有一个叫做 在20年前 就已经由香港移民去台省 移居去台省 二十多年的 一个政治大学 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 他就姓蘇的 不如叫他做蘇教授 本身是香港人 他就说 针对自这帮 19年之后才来的人 他就有些意见说 他就说到 他其实是帮台省的 他就说到 喂你不能怪人的 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 很多那些所谓的香港人 去到台省 拿到身份之后 就立即把他们的 之前不是说要投资移民 就是要投资一些事业 又要请人 一拿到证 拿到身份 就把自己的 本身投资的事业 立即撤资 而且有很多的 都是由台省政府都知道的 根本都是虚假的 例如刚才那个 不知道哪个小姐 和几个不认识的人 夹一间西餐厅 西餐厅 有百多个股东 是的 一间西餐厅 这些 你不能怪别人 别人知道什么 很多都是虚假 或者是走法律 也有一些 原来在香港被查到 还有 有份工未辞职 这样 还有有一些 就是一拿到身份之后 就立即反转枪头 如何反转枪头 除了把自己投资的事业 撤资之外 还立即假扮没有钱 要申请救济 哦 要拿台省福利 是的 不要心理 台省的福利 都出名够少 是的 你还要拿 人家说得明是小确幸 是的 就是说你要学会资财 不要等人帮你 可能他心目中的小确幸 包括拿台省纵援 台省纵援 这样才彻底贯彻小确幸的心态 那些黄人都算 台省都算精明 那些黄人香港又骗纵援 骗公屋 接着又去台省再骗 嗯 所以就说到 有些这样的乱象 这个之前订立的投资移民策略 就有很多的案件需要暂与保留观察 因此我在这件事我自己觉得 两班人都帮不下了 很明显就 是 好像蟑螂和老鼠打架 你都不知道帮谁好 是 是不是 同一堆东西 大运杂 现在实在台省放给香港人 来到去移居台省 每年 就是最厉害的 当然是刚刚政治动乱 最次那段时间 考试那时候 是20 21 和刚刚开这些财船计划的时候 是最多的 不过所谓最多 都是一万人左右 那去到近二年 二三年 都是跌到了八九千 平均它每年 都是一万少于一万左右 而这五年来 其实陆委会那边说到 真的给香港人过来的 真的五万左右 五年五万 根据官方的数字 就是申请的人 申请人在97%里面 有75%的人 都是 你都是不知道他在等消息 75%的人 还要是实实实在在的数字 官方是不会公布的 这样 还有 有些个案 说他自己被侮辱 曾经 跟着呢 就这么说 我去见那个 什么移民署的官员 他就跟我说 你没有资格留在那儿 这样说 跟着说 为什么啊 我明明做足那些 这样的程序 跟着呢 那个人呢 就跟 可能带他来的那个人说 说些闻蓝话 不知道他说什么 跟着呢 那个申请者就说 他说什么 跟着呢 那个人翻译给他听 就说 他说你 不懂闻蓝话 不懂 所以 没有资格 做台湾人 这些香港人 就没有资格做台湾人 这些香港人就回复了 他身为在香港 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些黄人 他说 其实呢 会不会说这个面子 他觉得不重要 最重要呢 就是有没有 原大的目光 有没有自由民主呢 他觉得呢 对台省来说 才为之重要 然后呢 那个人就说 就是那个 移民署的人说 傻子 你被人骗了 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的 他说 让我教你了 你真是傻子了 我告诉你 台湾的政治气候是这样的 所有 尤其以民众党为例 告诉你 民众党 每次有什么 对他有利的政治口号 都叫得特别大声的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令中国 就是我们 共产党越尴尬的东西 他就会叫得大声 这些只不过是政治的羞耻 口号来的就是傻子 这样跟他说 你说好像当年 像那个阿扁一样 选之前就说要这个台独 选了之后呢 他又不讲了 对不对 对 然后我继续用 这些政治人物说话 你不要上线了 你上线了 你上线了 11年就可以吃了 是啊 真的这样说 他就教精他 我觉得 他真的要接受教育 对 那我继续用不咸不淡的 广东话说完 他就说到 傻子 这些就叫政治 你不知道 现在教精力了 政治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有选票的 就是支持 是 19年的时候 蔡英文很清楚 所谓支持香港 就有选票 对吧 但是你现在想回 死傻子 我跟你说 如果接收了你们 这些香港人 我们的选票会不会增加 不会的 因为你都没权投票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到 民众党是很现实的 有选票的事就做 没有选票的事就绝对不会做 现在你就说要留下 是不会增加我们 民退党的选票 那就不做你了 你明白吗 明白的 是啊 你这么聪明 不用罪问我 是的 回去 我说是等消息 但是 是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明白吧 看好一些英国的机票 不要再来找我了 就这么说 这样 我们演绎完之后 祝他们好运 这宗新闻就差不多了 是的 那只烏鹰不断在我一杯 N28 Shadow Day葡萄酒里面 真的 我们先说下一宗 说到关于 这个高铁的营收问题 高铁呢 大家都知道了 也不是很多的线路 能够实现这个营收正数 但是最近有个好消息 就是来往北京与上海之间的京户高铁 去年的营收首次突破400亿元人民币 而今年的第一季 正利润也创了新高 那我们看看这些数字 就可以看到 去年实现营收406亿的人民币 同比增长110% 相当高 这个数字 龟母正利润 就有115.46亿元 比起去年同期 是亏损5.7亿的 不单止 就是说到赚钱 还要是赚了百多亿 这个是相当厉害的 是 那好了 今年第一季也有正利润 获得29亿元的正利润 那有人就说了 高铁很多那些所谓豁湖 很关心我们中国那些 尤其那些外媒 是的 或者那些 关心港珠澳大权 大桥有没有车到 关心高铁有没有收入 有没有人坐 是的 那些看到这件事之后 很失望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内地的铁路 其实它不单止 好像我们是 以私人公司营运的方式那样 就是不单止只是说 那个赚不赚到钱的 其实有一大部分 我们国家的高铁也好 或者是承制铁路也好 它都是要承担着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 和通路的责任 就不单止说 这条线路赚不赚钱 其实很老实地说 有很多地方 铁路或者道路 都不赚钱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 举个例子简单些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就是要摆脱贫穷 就要先收路 对吧 有很多路 可能通向一些 比较贫穷的村庄 你觉得那些路 会赚到钱吗 肯定不会 那是社会责任 那不是赚钱与否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够排除到 就是说到 当我建了这条路的时间 将来 未来 通了路 可能约干年 十年后 或者是五年后 这样计算 这个地方 会不会发展起来 因为这条路 而且 还要实现到 就是叫做 之前是不赚钱 但是之后 计算出来 那条数 其实大数来说 都是赚钱的 那条路未必赚钱 但是 那个地方发展起来 计算 它的贡献 就是对我们国家的 经济贡献 是有一定的数量 那就超越了当时 这条路所得出来的价值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未必说是那条路 一定要收那么多钱 赚那么多钱 但是他因为这条路 流通了的时间 那个地方发展起来 而带动到互相之间的协调 整个圈所创出的经济收入 大大增加 有时要看长线一些 或中线一些的事情 就跟坤明去到中老铁路 甚至去雅曼高铁 那些开通的站 一样 年代左右 都开始经济蓬勃起来 多了客运 多了经济收益 对了 那就是 这条数据是这样计算的 并不是说 单凭是说到 那条铁路 卖的票是多少钱 然后呢 就减减那个铁路的成本 这些就是 只不过最表面的 所谓赚不赚钱 而如今就是说到 上海和北京之间 金户高铁 如果你单凭这么简单的计法 他也是赚钱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 之前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时间 我们内地都是封关 不是说除了外面封关 你由城市转移到城市 都是很困难的 对吧 大家可能觉得 开了关好像很久了 其实我心目中都好像开了很久 其实不是很久的 是去年的年头开的 开关 正式计算 如果你说 在内地的城市与城市之间 可以互相 没什么阻碍的流动 其实都是去年三四月之后的事 其实严格来说 只是开了一年多一个月 但是呢 因为我们都很接触先登 去年的五月尾 就已经第一次去新疆了 所以呢 在去过这么多次的旅行里面 我就觉得 时间都很久了 因为当你每个人 地方去多了的时间 这个时间会麻木了 会觉得好像经历了很久了 是的 其实只是短短一年而已 所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 串通和流动恢复了 因此我们就看到 京湖高铁能够实现到 四百亿元人民币的 那个业绩 和正利润有一把十五亿的 上年的业绩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上年四月打后之后的那个流量 所得出来的数字来的 那我们就不担心了 当然你说来往北京与上海之间的高铁 当然是赚钱 应该没问题 对吧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件事看过 就是昨天的 还是前日 昨天应该是 昨天有一件事就是说 前几天香港那些天气就不太好 又行雷又闪电 就有一班客机国泰的 就在香港机场降落 两次失败 然后也要转飞到深圳那边降落 就由上海来香港的那班机 有人就说到 其实如果你说天气这么差的时间 但是坐高铁来香港就可能会好些 因为好像那一件事 就是昨天那一件事 它降落不了 因为天气惡劣 尝试两次降落都不行 都要重新起飞 这样的 那么足足就在天空里 徘徊多了两个钟头以上 最后也都要飞到深圳那边降落 就有人说到 如果那一转的乘客 就由上海那边 乘坐高铁来香港 大概是需要六个钟头的时间 这样计算的话 好像是乘坐高铁好些 如果以那个情况来计算 天气不好的时间 这样 而且高铁就不会说 有那么多那些入闸那些麻烦 即安检 飞机的安检是来很多 对 尤其我们在内地 常常都坐飞机 都会清楚的就是 除了安检会比较久一点之外 还有那个客机的 那个延迟的情况 都说不是的 要是就没事 一有事起上来的时候 一延迟 延迟起上来的时候 也挺适合的 就是过凌两个小时 过凌两个小时 过凌两个小时 对 所以 如果想延迟少一点的话 就要去选取 价钱贵一点的航班公司 那些排位 就可以争取得好一点 是的 而且你说 由香港去上海 汉次不用了 有飞机搭 而且飞机便宜一点 应该理论上来说 就是某些班次 没有那么旺那些 可能去的票价 会比高铁飞低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在我们整个国家来看 我们都应该要这样看 未来也是 就是 不要再以我们普通香港人 那个思维 就是比较短一点 窄一点 和看的范围小一点 小确幸一点 是的 香港那些又不是小确幸的 其实你想想 在我们全国这样计 有那么多的地方 他未必说一定要去 他推动人们 就由譬如当香港 直搭高铁去上海 不是这样的 而是 在上海旁边 可能他就会 来到建这些高铁的时间 是通去其他的城市 那你例如就是说 上海很近这个 苏州、杭州那些地方 那如果那些地方搭高铁 一定是方便的 是不是 那你不用一个小时 不要到附近啊 对吧 但是 你要想一下 那些地方 就是譬如去了杭州 或者是去搜救 牠又要orsa跟 Pandemie 去 dale 其实要这样支撼一下 便会把铁又建了 一桥完整的铁路去到很나� 是的 由一个按钮去一个点 甚至于由一个点 惊去一个n 这就这样 地中四环的那个高铁网络 其实都是你看回点对点博的话 是真的有它的实质作用的 就不是说我们上来到去 要做一些假大空工程 说到要拿威的 不是这样的意思 真的说得出做得到 还有多人用的 那些八中八环的高铁项目 有实质的作用的 我们在内地都坐不少高铁了 好老实说 这样的时间就很老实的 如果你说在比较中短距离来说 高铁绝对是有优势的 绝对省时间 我们坐过高铁最近来计算 就有由大连坐去哈尔滨的 你说有没有飞机也有的 是不是先那飞机实快点 但是这样说 如果真的由大连去哈尔滨 这一段都不过一千公里的航程 五百公里左右 高铁有机会比飞机快的 如果计算入闸时间 我想都应该比较快 这样计算的话 我昔日做研究的时候 就是我还考我的PhD的时候 认识一个社区的教授 他在天津的一间大学那里做教授 就是他是鬼佬来的 美国鬼 那他就跟我说 他就在天津那间大学那里教书 我住就住北京 我老婆都去北京 我搭高铁45分钟我就可以去天津教书 45分钟我就回来北京了 你说democracy 这些就是democracy 他说英文的 你说中国极权 你极权给我看 这么方便 他说坐在高铁那里很舒服 他说平时美女 他说西方世界就是美国 开车也开死他 这样 那他很了解当中自由民主的含义 是啊 正所谓自由民主 自由当然是先走的 对不对 他说 香港2019年的时候还记得 被你帮人在街上大喊大叫 有什么诉求 这么多个月 你说香港没有民主 你被美国 你不用两三个星期清场 刚刚现在新鲜滚热 2024年是今天 他说话是2019年的时候说的 那现在就体会得到 果然美国真的 不用两个星期清场 是的 那不如说开又说说这个 特朗普说过的话 是的 关于这个 说起这个清场的时候 西方世界就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 喜欢旧能源 还有他们基建老旧 基建这家 动了十年八年的工程 所以两党相争 他就不搞这些东西 所以那些人就喜欢开车 那些西方的子民 西方的子子孙孙 他们享受不了我们中国八中八环的高铁 但他们能够享受到的就是他们的民主选举 所产生出来的问题 特朗普面对着如今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清场行动 他就看得很开心 这个看得很开心的一幕 仿佛就好像当日在国会山庄的时候 他看着他那群骄傲 围堵国会的时候 他也都在这个控制塔那里 在这个战场 跟他们一众的幕僚一起都看着电视 仿佛好像打仗一路在那里指挥 有当时人说他一路在那里密密针 他的特勤后面那些幕僚 就不断在那里全部召唤人 好像在给指示那样 仿佛好像一个控制中心那样 控制住当日国会的情况 他现在又用同一个情况 一路看着电视一路在那里拍案叫绝 就说清场的行动非常之好看 看到他赏心悦目 尤其是那些警方 追着那些周围走的那些学生 追到他的时候 一个美式足球式的这个拦截 撞到他盘骨都歪了 踏在地上 那些实足实在看NFL 他就看得很开心 那一幕他就最喜欢了 他就最喜欢了 另外他最喜欢就是几个大汉 按着一个女孩 接着就有个人就拿着那些电电枪 在那里电他 电到他全身腾腾震 接着不电的时候就不震 一电的时候又震 那他就一路看 就一路笑 电另一边 电一下左腿 不要只电右腿 这样他看得很开心 甚至他看得最开心的那幕 就是清场行动里面其中有一些 因为始终都是支持巴克斯坦 那美国也有很多医教的人士 医生教的人士 他们包了头巾 那些警察清场的时候 一手就 就拔了那些头巾 直接就是侮辱他们的宗教 那他们当然是火的 又要拿回头巾 但是那些警察不会理 在那些警察清场的时候 绝对无礼貌和连香息肉可言 是用最直接的力量的 跟我们香港警察执法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是美式足球式 加这个铁笼综合格斗式来清场的 看到特朗普上心悦目 就说好啊 打得好 做得好 这样也都支持着 现在各个院校 各个名校都有清场行动 总共拘捕的人有超过1600人 特朗普就说 一定要对着这些学生 复辟当日你们国会事件的刑法这么重 当日国会事件拘捕的人 就有1000多百人 当中有 大概几十人 是有最高级别的定罪的 除了十年八年之外 有个被说是这个背后的幕后玩家 电脑后面的指挥还被判22年 特朗普就是说应该用那个标准 来去惩罚学生才对 现在有一部消息出来了 就是院校那边 就会是有些学生 就会是用detention形式 就是观察他表现形式 观察到2025年 如果他表现良好的话 就会让他顺利毕业 和给他好成绩 不好的话 就轻质就成绩 方面就写到他不合格 重质就撤销他的学籍 而同时美国也都最近 在5月1号 在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凡凡你是敌视犹太人的话 我稍后再说敌视的标准是什么 只要你是不支持犹太的 你就是敌视犹太主义 只要是敌视犹太主义的话 你就是犯这个civil law 就是刑事 刑事 犯这个刑事法 因为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理据 就是如果你是不支持犹太 就是你就是在复辟当年这个 德军这个纳税人主义 这些是可耻的 就是满手先行的主义 就是这个欺摩主义 只要你现在不支持以色列 你就等于欺摩主义 你这样来到扣保子都可以 所以他就很快可以通过 就是他们的法案 就用这个来做理据 来做一个签订先这个法案 需要的时候就拿来用 来去惩罚那些异见的声音 在这次事件再发展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就问了 那你拜登 现在所有学生 都是民主党的票员之一 现在所有学生都背你移去的时候 你选举工程 你如何是好 拜登也都知道这次就冬过水了 如果有学生支持他 因为很多学生都说 就是将整个矛头也都嵌路于拜登 拜登大家其实如果有留意国际新闻 很多人都知道在这件事上面 他根本就是一个puppet 他扯线公仔他没办法 因为军工科合体 和国家的战略 是不轮到他完全作主的 所以怎么都要支持犹太福国主义那边 但是拜登现在就另辟契径 就打他民主党的另一张牌 就是移民牌 企图希望可以挽回声誉 拜登最近就在一个演讲里面 就赞扬到我们美国有什么价值是特别好 就是我们喜欢移民尊重移民 移民令到我们美国才有今时今日的成就 他自己也是一个移民 我自己也是一个外尔兰人的移民 是 外尔兰裔的后裔 整个美国都是移民的 整个美国都是哪些移民的贡献最多 外尔兰人 意大利人 犹太人 甚至我们中国人 他说移民这件事支撑着美国 现在最近去到2024年最赤手可疑的移民 当然是美墨边境的移民 除了我们美国要输出国际 国际規矩 我们的国际视野 还要接纳移民 哪些国家不接纳移民 所以他们经济差 他一定是数中俄 但是他数了自己的盟友 他说中国不接受移民 所以他经济差 他硬说的 俄罗斯不接受移民 所以经济差 印度和日本也不接受移民 所以如果他们敌视移民 就会拖累国家的经济 其实这番话 本身是说给日本听 我觉得说给日本 所以他觉得日本可能做亲美的最前线 可能日本也要学会一下 好像美国那样 将美国在拜登政权2021年开始 2021年1月开始 将美国变成一个冒染鸡笼 可以被移民自出自入 不是应该是被移民有入没出 这样 不知道这样的时候 日本会变成怎样呢 我们不要说日本 关注我们现在说回美国的情况 由2021年开始 由拜老头正式登基 也度过了一个很刺激的国会事件 到现在 到2023年 最新的数据 到2023年尾 美国已知的非法移民 有超过800万 那么多 而在2023年 正是2023年单计这一年 都350万 移民 而在德州边境 就入了250万 所以德州那边才叫呼连天 移民是在拜登政权底下 他可以去到边境的时候 接着就举手被人拘捕 因为他不应该闯入 一拘捕的时候不是踢走他 是扣留住他 扣留住他 扣留住他的时候 就要执法 执法的时候 变相就被他补出去 其实就等于被他进入了美国 这个拜登自己说 他很受欢迎移民 美国是欢迎移民的国家 刚才他所说到 中国俄罗斯 日本 印度 都有仇爱的心理 即是说到 他自己很受欢迎 即是很欢迎移民 其他就不欢迎 这样说 其他国家我来不知道 不要说什么俄罗斯 日本 印度 只是说说中国 因为中国我们了解 对不对 即是中国我们国家 我们自己了解 现在 给个 调查大家做一下 现在你美国说到 这么欢迎移民 我真的想问一下你一句 逆地移柱 假设今天有一个 正正常常那些计 不要说那些 不正常那些 一个普普普通通的美国鬼佬 我们叫做白人 鬼佬 来到中国 他就不是来搞事的 正正常常的 做生意 读书 也好 甚至乎 是愿意融入中国的 愿意在文化上 走前多一步的 一个美国白鬼 他究竟会在中国 受欢迎一些 还是 今天我假设 有一个中国人 过去美国 读书也好 移民也好 什么都好 他都是愿意 融入当地的 英文OK的 就比起那个 由美国过来 识讲普通话的 贵佬 你觉得哪个 受欢迎一些 你觉得哪个 哪个地方的民众 中国的民众 会欢迎这个贵佬多些 还是美国的民众 会欢迎这个 识讲英文的 中国人多些 是不是 我想答案 呼之欲出 是不是 对 之所以是这样 所以很多外国人 来到中国 都是乐而忘返 非必要 都不想 回到自己本土 老实说 我们 就算英文说得多好 什么都好 是不是 就算当入籍美国 别人都当你臭死了 老实说 你不但只是 享受不了 任何优越感 甚至乎 只不过是 一些二等公民 这些都是 人所共知的东西 就是二等 是说多了 不知多少等 三等 四等 起码就是美国白人 其余的 其余的 其余的欧洲人 那些先走 那些就第一 第二等 美国黑人 是不是 甚至乎 说得难听 一些 美籍的菲律宾人 都比我们 选择 比我们 选择 比我们 分分钟 很老实 因为 他看起来 样子都 叫做西方 一些 或者怎么样 他们就是这么简单的生物 来的 请容许我这样说 但是如果你逆地而处 今天 有一个外国人 不论他 黑白华羊 什么都好了 黑鬼也好 白鬼也好 什么鬼也好 他愿意来 融入我们中国 接受中国文化 甚至乎 讲到普通话更好 懂些普通话更好 如果他愿意来到中国 来到我们这里生活 读书也好 做事也好 我可以很肯定的就是 他将会接受到 就是我们的待遇 是很好的 一定比在他自己国家 这个就是你 真真实实 你拜登说什么 我欢迎移民这些东西 移民造就了美国经济 这些东西 有没有造就美国经济 不知道 一定就有造就你民主党的票员 所以知道就是 经过我亦都 我们有些网友报料 我经过查探 现在进一步确定 美国的不同州份 在投票方面 其实他们的 松紧程度是有不同 有些州份 甚至是你 盲无无地走 他说要投票 他就让你投票了 他不需要查你的ID 不查你有没有录卡 不查你有没有 一定要有标准 以及要有 系统流程 以及身份确认 但是这些共和党说的 共和党的州份 他这样就可以了 民主党的州份 他控制不了 尤其是几个州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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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法尼亚州 首先一个移民走过去 你是非法逗留的 但是你可以拿 你拿车牌 你拿车牌 但是你拿车牌 其实别人都不会查你的 如果你走去 我说我有车牌 然后我想投票 那你投吧 因为车牌当身份证 但是他也不会问你拿车牌去看 就是什么都不会 你说你有 我相信你的 我看他的样子都很诚恨 他应该参考了 即是说笑而已 他应该是参考了 NBA的投票制度 NBA 不是讀NBA 是打蓝球 NBA 是怎样呢 选那些最受欢迎球员 选那些最佳的 即是哪些位置都好 是接受全球投票的 你明白吗 似了似了 我投也可以 你投也可以 他投也可以 然后呢 所以当时 以前姚明还在NBA的时候 拿冠军 因为有很多 我们中国人去投票 是全球投票的 是不是 喂 可能他自己参考了这个 这个 我们讲多次 就是特朗普和拜老头 在2020年选战那一年 特朗普是破了美国的历史 7400万票 拜老头呢 亦都破历史8000万票 但是呢 那一年是病情 那一年有一样东西叫邮递票 第一日 即是正规投票那天 特朗普是领先 去到第二日邮递票呢 全部都是拜老头 然后后来居上变成8000万票 我就不信那些票是真的 我从来不会信的 有很多朋友也都不信 说觉得是造假 再加上 民主党那边 十几二十个主流媒体 和网媒 都是他们拿着 就是犹太人 那 所以呢 所以他们就捧了这个 拜老头 你也想 所以他在任的时候 不停地做数 所以要补仓 如果我计了 这么多虚数的时候 八千万和七千四百万 那里也有六百万的 六百万的虚数 那我怎么也要做回 另一条数 否则 未来 2024年选战 我哪个票呢 其问题就是 因为在这个巴尔战事 这个立场里面 那些学生一定不会 那些学生会在这个情况下 会对你拜老头政府失望 那他就会选择呢 民主党不投 共和党也都不投 那但是共和党呢 就摆明就是他们主战的嘛 越看越开心的嘛 就是以色列那边 因为他们是严重敌视 美国人是严重敌视外人的 亦都敌视这个医教人士 所以他们呢 会更加踊跃地去投这个特朗普 至少比掌底下呢 其实我觉得今年 拜老头的选情都冻过水的 也有可能是特朗普的 那些再慢慢说 因为都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都距离这个大选呢 就还有几个月 四五个月玩的 我们再慢慢跟进 接着就说下一单 关于这个 美国军方说到 要研制一款新的末日飞机 以供他们末日之用 是的 这款末日飞机 我们上两集都说过 大家看电影的时间都见过 就是当美国说到 可能受到外星人被攻击 天收他的时间 天收 天窑地动 没有一个地方安全的时间 白宫都不安全 被外星人毁灭的时候 看电影就会看到 当电影里面的美国总统 就会登上这架 末日飞机上作最后指挥 通常都会 你都这样 最近这架飞机 就有新的招标项目了 因为这架飞机 毕竟都是七十年代 就已经开始服役了 这架现役的美国末日飞机 就是由波音七四七二百所改装的 由1974年用到现在 骨子一算 不懂计算 起码用了四十多年 现在开始要换 但是这样 这架飞机 最近一个新的招标项目 当然会有国家的厂商去参与 但是有人说到 最近这个美国空军 就在去年的十二月 就已经将波音剔除了 这个潜在的合约竞争名单上面 上一款就是波音七四七的 就是担任了这个角色四五十年 而如今为什么这么缺绝 要将波音剔除了这个潜在竞争名单呢 可能美国军方那边 都对波音的信心不是那么大 与此同时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会来积极研发 如果有这样的能力就最好 属于自己的末日飞机 例如俄罗斯 俄罗斯也有一个新的末日飞机 就会招标的 现在它在使用这一款 就是这一架E-80的空中指挥的飞机 跟美国那一架一样 不过它的特征更明显 就是好像那些寿星公寓 在它的压头上面 就多了一个很明显的鼓包 就是鼓起了的包 其实这个位置 是不是雷达系统 是用来和天上的卫星沟通 就是卫星的收发中心 就是卫星系统的收发中心 俄罗斯也有末日飞机 美国也有末日飞机 虽然美国未来这架 可能都不用波音客机 现在来说有四架 由波音747所改装的 叫做E-4型 E-4字 的空中指挥机 指挥机 很难读 来做末日飞机 我们就想 通常这些末日飞机 都是大大架的飞机 才能改装移成 这个飞机就是要具备到 除了刚才说到的通讯装置 那些超长波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装置 也很重要 在飞机上 要安装装置 那些什么超长波 是什么意思呢 是要和水底下的核潜艇 沟通沟通沟通 才可以指挥到核潜艇 作出这个核报复反击的力量 都要有这些装置 安装在末日飞机上面 透过长波或者超长波 你才可以和水底下的潜艇 沟通沟通沟通 不是说一打直通的 那这件事呢 随着我们现在 一些科技的进步 就慢慢突破 但是暂时来说 都未是突破到的 就是有些新的技术是有 但是未能够普及应用 那中国呢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是拥有到 而现在来说 是拥有到突破这些 和潜艇难以沟通的技术 就突破了 将会无逢对接 稳集再和大家说 不在今天的话题里面 那好了 既然这些飞机 又说不用波音了 波音747够大价 或者其余现在 还有一些波音飞机 那些都是大的 虽然没有波音747那么大 那究竟用什么飞机 不用波音 你美国还有什么选择 那只剩下一个 很明显就是 只剩下欧洲的空中巴士用 你说美国会用空中巴士 来做末日飞机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合理 但其实美国所谓的那些军备 他自己都是一向都这么说 就是叫做公开全球招标 意思就是说 其他的地方 国家都可以入标 那当然了 其实能入标的 都是他的盟友 那所以呢 你说如果 以后不用这个波音飞机 用这个空中巴士 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也有可能的 起码在那个 稳定性来说 美国军方可能会认为 空中巴士 就是稳定一些的 例如 那架A380也够大家 虽然 A380因为性价比问题 现在大家都很少看到 这架飞机出现在机场上 有些已经退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符合成本和效益比 因为那些航空公司 都是做生意的 而已 你A380 两层都是全场 可以坐满了 你不同 这些747 这样 只有 一架仔 即第二层 是一架仔 而已 不是全层 第二层 A380 两层飞机 都是全层都去坐满人 一次过何来有这么多乘客 变相你很多时候都挤了些位置 那你在一个航空公司的 营运角度 这么多挤位 这条航线 这条航线 是不是 这些真的是亏钱 没有社会责任 没有国家的背负责任 纯粹说钱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看到 A380这架飞机都很新 对不对 问世了都是十年八年 但是已经有些退役的了 就是因为性价比不行 但是如果你拿来改装 例如就是说改装做这个 末日飞机 其实是适合的 因为够大价 行程又够长 我觉得也未必A380 可能767那些 就是那些尺寸 和你差不多的A350 那些应该就会成为 末日飞机 因为毕竟来说 现在的科技先进了 不像以前 要堆这么多 大型的 那些设备 在那些飞机上面 是啊 它单层计 那些飞机是灵活些 但是当然 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 这一架 所谓的末日飞机 它一定要具备到 长时间停留在空中的能力 好像这些 这样的末日飞机的设计 它自己都说了 起码要停在空中一个礼拜 起码要一个礼拜 是不是 当然也要有空中加油能力 要不然你哪里飞了一个礼拜 这么久 是不是 不可能的 我觉得非常讽刺 如果主战的特朗普 是真的得了的话 那些学生一定搞 周分自立 可能到时候 真的打起来 真的要用末日飞机 今年 这么快用末日飞机 可能要用的 真的 那 气都拍了出来 现在还行 还可以坐747 接着就捉它好运 对不对 这些747也挺足够的 这架末日飞机 俄罗斯也将来有一架新的 它是单层的飞机 就是那架E296 没记错就是这架 它就会拿这架来改装做末日飞机 这一款飞机 其实等同于就是波音的767 或者A350那些大小的飞机 即是我们来的 这个C929 也是差不多的大小 到时呢 当我们有了一个成熟的 长距离的客机的时间 其实我们都会 建设一架属于我们自己的末日飞机 也都会 这个肯定的了 也不用去怀疑 但是现在 目前来说 我们如果用什么平台 现在还没有C929 对吧 C919也是刚刚才有的 C929 到2030年才有的 那么去到这个时间 我们用什么来做末日飞机 好啊 中国的末日飞机 那就应该 找 混20来做 我们的末日飞机 就会比较适合 混20 对了 暂时来说 A350 原来经济仓那里 都放到333座位 可以的 就是好出来 都是最大的那架 对吧 其实在它资上 就是我们这样分析数 这些就叫长程客机 刚才我们所说的 扎体客机 就2加2 两排 对吧 接着就是 现在这架A350 是多少排 232 还是242 A350 是333 333 真的很大 那么来说 还有一款叫周制客机 那么周制客机 不是747 那些就是周制客机 就是 从个字面都很容易解释的 一个就是贼体的客机 一个就是阔体客机 一个就是周制客机 那么周制客机 就是 A380 747 这些最大型的 理论上来说 当然就是用 周制客机来做 末日飞机是最适合的 因为它这么大架 行程有够长 但是现在那些 阔体客机 长程客机 其实都 比得上周制客机的行程 就是随着那个 时代的进步 还有那个 发动机的优化 相差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大家之间 那好了 我们就说下一单先 关于到呢 今天我们的主题 因为早点说好点 我怕有时间讲 今天就是我们的上俄六号 来到发射星空的日子 5月3号 之前我们都略略说过的了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一幅图 就是上俄六号 然后呢 就搭载着 不单止是我们自己 中国的发射装置 就是上俄六号自己本身 里面说了 有几个国家 其实都有份参与到 今次的项目的 例如是哪个 例如就是 法国 巴基斯坦 还有欧洲方面 都有份来到 是加入在这个神州 不是 加入在这个常俄 六号探测器 分别就有欧洲太空局限制的 月表面负离子分析仪 也都有法国的氢气探测 再重装置 还有 有个意大利的雷射角 反射镜 就装在里面 还有呢 有巴基斯坦的 这些装置 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之前就说呢 当你的技术是可以 而且还要在市场上面 已经变成了独一无二 就是不是我们特意想垄断 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可以 的时间呢 意大利 法国 什么欧洲 航天局 之前都说到 要和中国断绝来往的 对吧 那些又是回来 就是很现实的 做人 因为现在呢 我们知道 上我六号 他会第一次 好像是人类的首次 就会去到月球的背面 来到呢 采取这些月球背面的土壤 这次呢 这次呢 我们 会去哪里呢 虽然说 大家都知道 因为呢 月球 大家都不知道 月球是什么环境 不过 巡礼也给大家看一张图 月球背面的图 大家先看看 月球背面的图 这次呢 我们呢 就会去月球的南极 月球南极在哪里呢 原来 月球也是南北极的 是的 月球的南极呢 就是在我旁边 这个位置 黑色这里 看到吗 黑了 很淋淋淋淋 很容易形的 这个是一个月球背面的图 所以和大家 可能在电视机 或者大家的认知里面 月球的样子 那个表面可能又不同了 因为正常来计 我们在地球是观察不到月球的背面 那当然就不是好像上次那个 美国太空总署那个人说的 月球背面是永远黑暗的 他摆明是说错了 没有太空常识的 那这次我们要去的就是 黑色这个地方 月球的南极 这里就叫做艾肯特盘地 是一个相当之神秘的地方 月球的南极 这个阴暗的位置叫艾肯特盘地 这样的 那好了 这次的那个操作方式是怎样的呢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清楚 究竟我们常俄探測器 去到月球的时候 怎样来拿些土壤的呢 是不是 还有 在那里降落 就说不难 是不是 虽然其实真的很难 印度想着派个航空器 在那里降落都降落不了 好像弹下弹下弹下摧毁了 除了降落要成功之外 你怎样来到去成功 拿土壤 还有 拿完之后 你怎样运回来 那时才重要 你怎样拿回来 是不是 假设 你今次降落了 找个机械臂 拿完土壤 挖啊挖啊挖啊挖 挖完 那你怎样拿回地球 是不是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说一下 究竟上俄六号怎么运作 如何拿回这些月球的土壤回去 其实不说不知 上俄六号和上俄五号是近乎一样的 上俄五号和六号可以说是一个等同的结构 因为大家都会拿一些月球土壤走 但是上次上俄五号拿的月球土壤就是月球正面的土壤 这次不是 这次是背面 但是呢 大家的结构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到关于上俄装置的那个大体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它有分为 简单些 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 最头顶那个叫上升器 跟着呢 还有 楼下的那个 就下小小的 就是这个位 哎呀哎呀 这个位 就是着陆器 然后第三部分 这块黄色这块 就叫反回器 第四个就叫轨道器 如果太复杂的话 都不要紧要 我们尝试将这个上俄五号和六号 将它一分为二 就可以了 简单些说 分上面那一块 和下面那一块 这样够容易 对吧 上面那两块 和下面那两块 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是的 那好了 究竟怎么用呢 下面那一块 它们不会降落月球的 而是在月球的附近 飞来飞去 那上面那一块 就是那个上升器 和着陆器 就会和它分开 它们就会降落在月球 是的 简单些就是这样看 那我们可以再去下一张图 就是二号那张图 我们可以放大这张图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会降落月球那块 就是下面那块 远处这位女士身旁 就是那个着陆器 和上升器 它们就会降落在月球的表面那里 那好了 那当降落了以后 是这样的 那个着陆器 着陆了 跟着呢 就会释出一个 机械臂 而且与此同时 也都会有一个 那我们去下一张图 是的 就是这张 你可以只是放大这张 给大家看 它们就会分开 当去到月球表面了 原来呢 在这个着陆器的下方 它会有一个转的 那个转用来做什么呢 原来就是用来转深一点 月球的表面 转下去 转过那个表面 来拿深一点的 那个月球的土壤 那 除了这样之外 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机械臂的 有一个爪 那那个爪 来做什么呢 就是用一些 比较表面的土壤 那大概 比例是怎样玩的呢 有一些 就用深一点的土壤 有一些 就用一些表面的土壤 大概呢 深一点的土壤 它会拿三分一 而其余三分二 就是用一些表面的 那些 就是地底的土壤又拿 地面的土壤又拿 那好了 当拿了这些土壤的时间 我们就只是放大那个 这个 着陆气的位置 就行了 是的 当拿到这些土壤的时间 你看到有个转 在转转转转 转心去 拿土壤 同一时间 看到有个写着取壤爪 当拿到这些土壤的时候 就会放上去 这个着陆气的底盘 就会放上去那个上升气 然后就移过去 这个时间 上升气 就会 拿了土壤 放在上升气 它就会自己上去 走的了 它自己会 就留着着陆气 就好像留了底盘 那样 上升气 自己会升空走路 走路去哪里呢 就是下幅图了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上升气一回去的时间 就会 吸回着 刚才我们说的 有着翼的位置 反回气 和轨道气 你看到吗 它就吸了下去 这样的时间 它们就会 带回地球 是的 这个时间 上升气的月球土壤 也会转移到反回气 那里 就给了反回气 它不会跟它 回地球 因为只有反回气 是会回地球 就是刚才我们指着 黄色的东西 第三节 我们叫做 这是第三节 才会回地球 就是透过这样的情况 就会将这些月球土壤 带回地球 大概就是这样 好了 以上的这些假设 说到人类要在月球的背面 拿土壤 你知道吗 我们去下一幅图 美国太空总署 其实也有设想过这个画面 以下这幅图 如假包换自己上网也找到的 就是NASA 设想中 人类在月球的蓝极 即月球背面蓝极 埃特肯盘地里面 取样的想象图 是的 而因为是想象图 所以你看到都是七黑一片 好像晚上 因为他们 还是相信这个神话 就是月球背面是黑暗 因为纯粹因为人类 看不到它 就当了后面是黑 喂 那是吗 你的局长也相信是这样的时间 你做年轻的很难违情 就是可能那条年轻知道的 其实可能月球背面 甚至可能有权 比我们看到那边 因为一面就向着我们地球 另一面就对着太阳 其实在他的表面 如果真的有太阳照着那一刻 肯定是 大哥 他没有大气层什么 肯定是热到妈妈 不认得了 百几度 会焦的 是的 好了 这个想象图 如今就很讽刺了 在2024年5月3日 我们游到这个长征5号火箭 就是我们现在表面投这支火箭 所搭载到的上俄6号 就将会实现到美国太空总署 他们的幻想了 你说多讽刺呢 这件事呢 你猜美国 会这么简单看着你 上俄6号起飞了 饮你 来到去拿这个月球背面的草药 当然不会 是不是 其实早在我们几日前 我们神周18号 起飞的时间 他们已经开始说话了 那他说什么呢 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张图 最近有个人 就是这件 这件物体 我们叫他做 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人 那他是什么人呢 他就是美国军方 五个大楼里面 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这个最新 最新鲜滚热 由到美国在19年重新复辟 或者叫重新成立 都可以的 其实 因为以前都有的 就是这个 美国太空司令部的司令 史提芬来到去 讲我们 他怎么说呢 他炒作地说到 他说到 现在 过去中国这六年来 都集中将 他的情报机构 监视系统 和偵察卫星 就来到双结合 总共的这些卫星 数量足足增加了六倍 两倍 足足增加了两倍 这个速度是非常之惊人的 这个发展也都令到美国非常之担忧 这样去说的 然后 这个人也都说 中国正在研究一系列的反太空武器 就对美国的太空能力构成严重的威胁 过去的六年 中国也都不断将这个投资加大 然后就说到 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 步步紧迫的威胁 对其中国利用到想用太空能力 提升地面部队的杀伤力 正确度和射程 所有东西都是想搞这些的 然后就说到 美国对此高度关注 也都指到 这个针对性这么说 就是说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资讯支援部队 宣布成立 和和神舟18号的发射计划 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他都这样说 就是说到我们神舟18号的发射升空 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援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资讯支援 而去做的 他都这样说 就说到 中国为了进一步提供太空战 资讯战 和网络作战 在解放军现在日益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长期来说 就是说我们中国长期来说 都会去投资这件事 就呼吁盟友们 要加紧团结 对应中国的威胁 而如今 中国来到发射这个常鹅六号 来到去做到的那个阴谋 就超然若揭地说 他就想来到说这一番话 就阻止我们的发展 其实我想说 如果说到用太空来做武器 来到发展太空军备 数你美国第一就对了 为什么呢 下张图了 因为你美国呢 真真正正 我们现在放大些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是有太空军的 是你美国太空军 大鸡腾那么大 字写着 这个是独立于 美国三军以外的其中一个军种 是 甚至英早就美国太空军 已经拍了电影 甚至拍了电视剧 在之前就没有太空军很久 在2019年的时候 就重新建立这个太空军 独立这个军种出来 其实很简单 就是海陆空三军 或者海军的陆战队 以外 这些是独立军种 我们叫做 美国的太空军也是其中一个独立军种 大家就可以知道 他的比例上有多重视 你说中国有没有太空部队 暂时来说 中国的太空部队 不是说是一个独立军种 就是不会像陆军 或者海军空军那样 是一个独立军种 而只不过是战略支援部队 旗下的一个部 里面 就不同 美国那样 直接有个独立军种 所以说到 利用太空做武器 或者怎么样 数你美国先 有什么资格说我们 何况些 如果说到 不断地向天空发射 好像不用本的偵察卫星 一定要数你的 Space交叉公司 发射这么多 低质的 这个太空垃圾 上这个太空 还想和我们的太空 卫星碰瓷 嗯 实际上 我们神舟18做什么 举一些图给大家看 所以说这个人没有看新闻 喂 我们现在神舟18 执行首次什么任务 太空养鱼任务 真是养鱼 这些鱼呢 对了 给大家看图 下张 就是养这些 这么可爱的斑马鱼 对了 居民这些斑马鱼 为什么要养这些斑马鱼 在太空里 因为据民呢 他的基因 和人类有高度相似 还说到 斑马鱼有 八成七的基因 和人类是很相似的 这个对于我们做实验 和科研 都很有帮助的嘛 所以呢 喂 我们不是搞什么 大哥你老屈到我们 搞什么情报资讯 又说神舟18号的 主要任务是支援解放军 这个是偵察卫星 喂 你搞清楚这些是什么才好 对吧 我们在太空养鱼仔 还有 除了养斑马鱼之外 还有 养这些 海草 对 养这些海草 是可以 令到在太空我们可以制造一个 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的气候 和这个大气 是的 其实我们又养水草 又养斑马鱼 大家有没有以前玩过 那个循环系统 就是有些鱼 有些草 然后你不用给食物 它可以自我循环 是 那个系统 其实我们在太空就是搞一个 类似的 密封式的水族箱 里面四五条斑马鱼 也有这些 水组 那些 其实就是想建立一个 好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 循环系统 可以自吸自足 有阳光就可以了 这样的 就做这个实验 那当中其实 你也看得很清楚 就是 喂 我们中国呢 其实真的不像你美国那样想的 我们搞的东西很和平的 你美国呢 最近他们有一件事 都挺好笑的 就是 由美国在联合国里面 提出一件事 这件事 大家要看清楚 那些鬼佬很阴毒 为什么我经常都要说这句话呢 因为他们 话中有话 局中又有局 美国就提出了一个 最近在联合国提出了一个 看似对世界人类都有贡献的议案 就是说到呢 要解除这个太空武器的一个议案 来的 听起来 喂 OK 是不是 很和平 对全人类都是 有贡献的 这件事 但是呢 这件事 就被俄罗斯一票否决了 之所以要否决去呢 就并不是说俄罗斯 违反 总之 美国赞成的东西 我就反对 就并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呢 这个议案呢 就是美国的阴招来的 美国这一招呢 就是想说到 啊 禁止太空武器发展 里面呢 只是写着禁止 就是真正的内容呢 就是说到禁止使用核武 等等这些大杀伤力武器呢 就在太空里面使用 而其余的武器可以继续用的 就是例如激光啊 或者一些呢 动能撞击啊 等等这些这样的 手法呢 是可以继续用的 所以说呢 哪有这么好死呢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呢 美国可能 在这些领域上面呢 他发展的时间够久 技术够成熟 所以他不用核武都没有问题的 用核武或者在太空里面 使用到这些 这么大杀伤力的武器 可能是某一些国家 在其他比较常规一点的武器上面 在太空领域上面使用呢 没有那么厉害 可能他就要用核武来 反击美国 在太空上面的科技 所以美国就是禁止人家的反击措施 就来到呢 在自己 赢的领域呢 就不会禁止的 那个所谓 为了全人类都不用用太空武器的 那个议案呢 只是禁止使用核武等等的 这些而已 就没有禁止自己 美国最耍家的那些 太空的武器科技 所以呢 你看得出一样东西 美国表面上呢 就好像呢 你都为 我为世界立心的 为了全人类福祉着想 实质上呢 就是想压制他的潜在对手 而发展自己 厉害的那一方面 其实霸权就依然继续 是吧 只不过就是 这个霸权 是会透过 所谓国际规矩 来限死你 这些招 挺阴毒的 对不对 还要拿个牌头出来 好像很漂亮 那样 那所以 俄罗斯反对是有原因的 那好了 我们就 养鱼仔 对不对 也可以顺便看 我们神舟18的飞行员 个个都很年轻 对 全部都是80后的 成员来的 80后成员 其中有一位呢 还是已经第二次执行太空任务的了 以上这几位呢 昨天呢 应该说前两天 我们就说过神舟18号 上面的这些太空人 那就是由空军那边去选他们出来的嘛 对不对 那当时呢 其实呢 我们呢 都没说去深入调查当中的背景是什么的 那就是所言非虚的 真的三位军人都是来自于空军的 而且呢 级数也有那么多 就低估了他们的级数 之前呢 我以为他们都是笑教那些级数的 原来呢 有个还是大教来的 即是肩头有四个星星的 嗯 是的 就是那位 就是顶级空军来的 是的 就是未去到将级 未去到这个 入局 未去到将军级 但是已经是最顶绑的级数 有个大教 其余两个是宗教 那位呢 叶光库 中间这位就是 就是大教的身份 那他已经是执行过神舟13号 和神舟18号的任务 那也都是 他是 这几个太空人里面最年长的位 来的 虽然 就说个个都是80号 但是80号都有分前和后 对不对 都可以差十年的 这三个呢 都是绝对称得上实至名归的 长空之王 是的 都是全部长空之王 其余那两位呢 都是解放军空军的宗教 是的 所有的这些太空人 我们俗称为 其实都会归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元大队 是的 就是空军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航天元大队 就是由空军里面 挑选一些精英 接着呢 就会加入这个 叫做航天元的大队里面的 就是这样玩法的 那这些太空人呢 在做太空人之前 例如我说一位 叫做李广苏的 应该在荧幕的这一边 这一位呢 他自己 在未做太空人之前 都是空军的一级飞行员 另外的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都差不多背景了 二级的空军二级飞行员 另外一位最年轻的这个了 就是这边 这个 李聪 他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的宗教 就被评为二级飞行员 所以呢 在执行任务之前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 都是很出色的飞行员 才可以上到太空 你想想 重返地球那一刻 我们上次说过 那个 那个什么力 那个G force 是啊 很厉害的嘛 如果不是 你不是最最高的空军飞行员 你哪有资格上太空 对不对 你顶不住那一刻 你的身体 承受不了 你的身体 那还有呢 就是大概是这样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原来讲讲讲 一知不觉 我看长空之王 有一幕呢 就是那个飞行员 冲得很紧要的时候呢 就是七孔滲红的会 通常就是静眼先 对 静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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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摘爆 就是那些红筋出来的嘛 因为 其实什么的G force呢 就是 一个G force 就等于 你自己的身体重量 压在你自己的胸口上面 一个这样的意思 就是有一个人跟你一样重的 就压在你的胸口 就要一个G force 就是你自己的重量 是的 你自己的重量 不是你女朋友的重量 压在你身上 如果是这样可能会更惨一点 是的 通常 那些战斗机 开到最尽 是 就有九个G force 九个G force 就是等于有九个人 就是跟你一样那么重的人 压在你自己的胸口上面 所以那些人 就要不断大力呼吸 以及去对抗他 是 因为有九个人压在你的胸口 但是他 在这个 回地球的那一刻 是比一个战机开到最尽 是多多少 多很多的了 就是 没有 九个 九成多少 是 起码都十几个的了 G force 那么算 九十个自己 不是 十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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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个G force 那当然有一些手段 可以去到减低这个力 但是减极点也好 那一刻也很厉害的 肯定是 因为你毕竟从外太空重返地球 相当刺激的 你不是 你不是说好像有些太空旅行 我们有些所谓的太空旅行 其实不是出了去 大气层以外的 只不过在 临界面 临界面 临空的位置 回回回回回 给你感受一下 好像出了太空 那样 但是这些太空人不同的 他真的离开了 他重返的那一刻 是要硬吃的 所以不同的 对了 就有 就有分别的 那好了 我们就说到这里先 那明天同一时间 十点钟 礼拜六晚 就有我们的直播 那现在呢 我们就去一去 我们的行程介绍 关于七月份 十二天的北疆之旅行程介绍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WhatsApp 加852 68287447 就找潘小姐报名了 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在节目结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来亲自介绍一下 新潮民来到6月份所搞到的 新疆北疆之旅 究竟是怎样的 这次我们的行程 就为期十二天 出发日期就会由 七月二十一号 到八月一号 由于这次这个行程 是由我格仔 结合到去年 三次去到新疆之旅 所改进到的经验 而重新编排的行程 所以这次的行程 就和去年有点不同 是结合到 究竟有哪些地方好玩 不好玩 好玩的我们就保留 再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也都加入大家的体力考量 和眼睛疲不疲劳 而重新设计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加852 68287447 联络潘小姐来报名 以及查询价前和行程 事不宜迟 就和我们说一下 这个行程第一天 我们首先就会由香港出发 乘坐我们 已经为大家 预先安排好的包车 直达深圳机场 就在深圳机场那里 就会乘搭直航机 直飞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之后在乌鲁木齐 我们在休息安顿好一晚之后 就会正式出发 去到第二天 我们就会翻越 全场有2500公里的天山 的南天山部分 然后就会来到全中国里面 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博士藤湖 在这幅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何谓中国第一的内陆淡水湖 它的面积 比起我们整个香港 加起上来 还要大 从前来说 人们就会说到 新疆 内处于 亚洲的中心位置 在这里 距离最近的海洋 都要成3000多公里 是一块没水的地方 但是 如果大家见过博士藤湖 就会对新疆缺水的这个印象 完全颠覆 在这里 就是属于新疆人的海洋 我们当然就要来看看 再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富伊勒市 这个被称为里城的地方 它是有着全中国最好吃的里 然后在安顿一晚之后 就来到第三天 我们就会来到 我们行程的其中一个重点 有人间仙境之称的 巴欣布鲁克大草原 同一时间 巴欣布鲁克大草原 也是中国第二大的草原 来到这里 大家就可以见识到 平时我们手机 或者是电脑 所用到的那些wallpaper 一般都以大自然环境 作为蓝本 来到巴欣布鲁克大草原 你就会见识到 给电脑屏幕 电视屏幕 手机屏幕更加漂亮的 现实版wallpaper 比我们在电脑或手机 看到的 还要来得更加真实 更加漂亮 我自己看完 也是毕生难忘 当然在巴欣布鲁克大草原 还有一个不可以不看的位置 这个就是巴欣布鲁克草原里面的九曲十八弯 大家幸好 也可以在黄昏的时候 来到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同一时间 见到九个太阳 这个奇特的场面 在完结了这一天的旅程之后 我们就会来到第四天 这个同样都是我们整个旅程里面的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会去到和巴欣布鲁克大草原叮当码头的 那拉提空中草原那里 但是我们在去到那拉提之前 就会来到特意精心安排到乘坐商务的豪华车 来穿越一下著名的独库公路 独库公路也是被我们全中国热爱驾驶的人士 被誉为一生必经的一条 属于我们中国的公路 独库公路每年只会开放三个月的时间 在走完整条独库公路 大家就会见到何谓一条公路经历四个季节 然后在我们穿越了独库公路之后 就会正式进入到那拉提空中草原 这个国家5A级的景区 那拉提空中草原美丽的程度 真的可以说到是非不默可以形容得到 当然看完空中草原也是不够的 我还特意安排到去到草原旁边的花海那拉提 来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漫山遍布 不同色彩花位的这个壮丽的情景 在这里大家记得多拍一些照片 出尽全力地打卡 保证你是一世难忘的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五天的行程 这个行程是我格制今次新加入到的一个新景点 我们就会去到 位于新疆特克斯园附近的赵蘇大草原那里 和前面两个草原有少少分别的就是 我们来到这里所看的就是连 即使全中国都很难找得到的天马肉河 就是游到当地的牧民一边赶着当地生产的伊犁马 也即是俗称的天马 数十只的这些天马 在河水里奔跑 激起阵阵的浪花 这个情景相信也会令大家不生难忘 在看完天马肉河表演之后 我们就会来到著名的特克斯 这里亦称是八卦城 八卦城顾名思义 如果从天空上来到苦陷的话 整个特克斯城就仿似一个大型的八卦一样 没错的而且确 它是参照着逆经八卦的造型来建造的 整个城里面有放射型的四环六十四条街道 路路相通移城 在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整个城里面是没有一盏红绿灯的 这个也是这个城最特别的地方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是凭着我们古代的智慧而突克斯城 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完成 来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好好见识一下当中的奥秘 当然我们也会来到近年八卦城里面 都有一个新兴的旅游项目 这个就是当地市政府非常用心地设计到的 一个叫做盛世华疆的夜宾分项目 其实大家看到我以上的配图 都不用怎么形容到里面有什么玩意 因为此情此境是不需要再用文字去描述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第六天的行程 就会由特克斯苑去到北疆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远程 这里就是我们中国伊尼哈萨克自治州里面的首府伊灵市 从前的伊灵市是我们中国整个新疆里面的第一首府 但自从在清末年代因为列强的入侵 新疆的面积缩小了 所以就令到从前的伊灵市是我们整个新疆的中心城市 就一举变成为一个比较靠近边境的城市 因此才把我们新疆的首府搬去乌鲁木齐 但依然是不会令伊灵市的色彩有任何的减弱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重点留两天来玩尽整个伊灵 在伊灵的附近就有非常漂亮的天山花海可以给我们看到 就正如我上面的这些照片一样 天山花海曼天的芬衣草 是不单止在全中国还是全世界的范围里面 数一数二能够做到曼山芬衣草的地方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芬衣草只要在日本的北海道富富城jä才可以 来到天山花海这地方可能我们要改观一下 之后我们就会进入伊灵市来看一下著名的六星街 六星街其实就等同于一个小型的八卦城一样 它同样都是由一个易经的八卦组合 而设计成的街道来的 而在六星街汇聚于不同新疆的少数民族 所有的特色都会在这里找到 试问我们又怎么可以坐过呢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旅程的第七天行程 同样地都会来到见识一下伊宁市 作为一个汇聚着所有新疆少数民族的这个城市 里面的特色 因此我们就会来到以蓝白色为主调的客赞旗民族街 来坐下马车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 来看看这个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地方 上面再来探访当地的居民进入他们的庭院里 去吃一下当地人亲手制造的手制雪糕 来过一个合意的下午 这才叫做人生一大乐视 然后我们也会去到旁边的汉人街 这个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条食街 而当地人也会称汉人街为一条武汉人的汉人街 来作为它的卖点 再之后我们就会去到 伊宁的哈萨克自治州里面的博物馆 正所谓去到一个充满文化色彩的地方 第一时间当然就要去他们的博物馆 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由于伊宁是代表着整个伊犁河谷的象征 这里从前也是古代的西域三十六国里的乌宣国 而我们在博物馆里面就可以见到一幕 这一幕就是当年的汉武帝 为了联合乌宣国去击败当时穷凶极恶的兇奴 因此也将两名公主先后转嫁到乌宣国 他们分别就是西君公主和解丘公主 他们两名公主都可以说到是 我们中原历代王朝以来第一批转嫁到中原以外的公主 比起我们所熟悉的王超君 也就是超君出赛的故事还要来得更早 然后我们也会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石像 究竟这些石像是代表着什么呢 大家去到就会知道当中的谜底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行程的第八天 离开伊陵市就会去到附近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这里就是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称的蔡里木湖 同样地蔡里木湖身为新疆里面海拔最高 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 所以它的风景是十分漂亮的 由于它是整个大西洋暖流里面 因为附近的天山山脈阻挡着这些湿暖气流的关系 来到这里大家就会见识到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蓝色 是叫做蔡里木湖的蓝 这个湖泊背靠雪山 湖边就是广阔的草原 从前在这里是没有任何的鱼类生活的 但自从在20年前 我们国家尝试引入白龟鱼在蔡里木湖 去到养殖 结果获得空前的成功 就令到蔡里木湖这一道也成为了我们的高山白龟鱼 这种白龟鱼之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棲息地 这里所出产的白龟鱼 比起他在欧洲的祖先更加适合在这里生存 也都为到新疆带来另一种经济的收入 当然在我们前往蔡里木湖的途中 也都会经过有全中国最昂贵大桥 之称的果子河大桥 同样地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旅程里面见识见识一下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望到冰山的灰屯市 稍作休息一晚之后就会进入到第九天的行程 就会来到有亿连奇观之称的独山子大峡谷 讲起大峡谷大家比较常听见的 当然就是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 但是如果你来过新疆的独山子大峡谷的话 可能大家就要改一改观了 属于我们中国的这个独山子大峡谷 曾经荣登国家地理雜誌 也是我们全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里面的第一个景区 这里也是多套电影的拍摄取经场地 整个谷底阔100至400米 谷坚阔800至1000米 由谷底到谷坚可以深于200米 海拔1070米高 来到这里大胆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一下来走一走 位于大峡谷里面的玻璃窄道 来挑战一下自己的胆量 在看完大峡谷之后 我们就会回到乌鲁木齐这个新疆首府 从前来说 在一些传统的行程里面 乌鲁木齐只是作为新疆之旅进出 以及是补给的一个搏脚点 正因为这样 很多人都会忽略了 乌鲁木齐作为新疆首府 其实它也是具有到丰富的旅游价值资源 因此我们就会来到行程的第10日 以及第11日 来到重点玩一玩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第10天的行程里面 我们就会去到乌鲁木齐附近的天山天池风景区 天山天池风景区作为国家重点的5A级景区 以及世界的自然遗产 在这里绝对有 不会输给其他新疆其余风景区的壮丽景色 当然除了看风景之余 我们也要重点来发掘到当地的人民色彩 因此我们就会去到 我鲁仔认为全新疆最正的博物馆 位于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就是我们了解到新疆人民风情历史文化的最佳博物馆 在这里最出名的 就当然是有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 榴兰古国里面的榴兰干司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还想看到其他在古代西域的一些奇珍异宝 这一道绝对能够满足到大家的好奇心 大家就可以从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里面感受到 西域这一道作为我们以前中国 要去到和其他世界各国连接的唯一通道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当中辉煌炊灭的历史 都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见得到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十一天的行程 在吃过早餐漫游到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公园 鸿山公园 来俯瞰整个乌鲁木齐市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一个我格仔认为相当好玩的景点 这个景点就是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古生太原 汉血宝马基地 汉血宝马大家就听得多 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汉血宝马 答案就是不单止有 在这里还有形形色色不同的汉血宝马 来到这里 为什么汉血宝马要称呼为汉血 当你看过之后 就会找到当中的答案 作为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名区 汉血宝马去优美的形态 以及是敏捷的新手 真是绝对能够称得上 马中之王的这个称号 难怪汉血宝马的身价 曾经在拍卖会上面 是可以高达1600万美元 折合我们港币 是达到1亿2800万 足够我们买20台法拉里有余 而来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见识到 纯种的汉血宝马 一到他的神秘风采 而不单止是这样 除了汉血宝马这些珍贵的马匹之外 在园里面还养着 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马 而当中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庞大 体重最重的夏尔马 这种类型的马 它站立起来的时间 肩膊位置已经超过2米高 整个人走过去就仿余好像缩细了一样 当时我见到的时间都吓了一跳 整个马它的体重是可以超过1吨 而且在园里面除了马匹以外 还有大量珍贵的奇珍二宝 也同样地给我们一个理由 值得花时间在这里留一点 然后作为旅程的尾声 当然我们就要来到非常著名的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 来作为最后的血拼 买多些手信 带回香港 大巴扎在新疆维吾尔语里面 也就是解做大市场的意思 顾名思义 这里就是汇集着全新疆 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商品 是旅游人来到新疆必去的景点 然后经过这么多日精彩的旅程 我们就会来到第12日 乘坐直航的飞机 回到深圳保安机场 再乘搭到我们的包车 就回到香港 作为今次旅程的完结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今次我们的行程 是会包送一张 舊玩全程12天的电话数据卡 就让大家在旅途里面 都可以畅通无阻地上网 再加上也有一些老人家的优惠 以及我们专程为大家 来精心安排到的 俗称飞机以旅游大巴的 这些豪华巴士 都会提供给大家 去舒适玩尽新疆的这12天旅程 大家对这个旅程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加852-6828-7447 联络潘小姐去报名 以及查询行程的细节 以及是价钱 再说一次 是Whatsapp 加852-6828-7447 联络这个Whatsapp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和我隔仔玩尽这12天的 新疆之旅 那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 再次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新潮民的频道 新潮民2.0的频道 以及在订阅的同时 记得按旁边的铃铛 再按全部 才为之完成整个订阅的流程 这样你才可以收到我们 最新的影片和直播通知 那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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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